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八月 美国时任众议员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 哎呀 中国这个就炸了锅呀 就暂停了与美国几乎各个方面的合作 直到去年十一月 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的巴黎岛G20峰会期间进行了会晤 哎 中美关系呢 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缓和 指示了双方的官员为两国关系增设底线和安装护栏 但是很不巧一只幺蛾子在今年的二月飞到了美国 那就是间谍气球 两国关系又坠入了冰点 国务卿布林肯不得不宣布推迟访问中国的计划 中国老羞承诺 就说了我们也没有发布你来的消息 意思说了 你爱来不来 嘿 也是有意思吧 六月三号啊 中国的海军将052D苏州号驱逐舰 在台海呢 伴随着美加军舰航行时 从美国的中云号驱逐舰的左舰呢 突然加速 并超越中云号在不足140米处啊 突然横切 拦住了中云舰的舰手和去路 中云舰呢 值得啊 保持航向 并减持至十节速度减下来 避免碰撞 在上个月的月底 一架中国的歼16战机 在南中国海与美国啊 一两战机又发生了冲突 四枪战机啊 直接切插到美国侦察机的机头 这个虽然没有碰撞 但是中国战机啊 释放出的尾气 形成了一股乱流 也让美国的飞机啊 其实也处于危险的状态 你看看啊 这个总美之间这种对抗的状态啊 是越来越激烈 如果再不进行 双方进行沟通 或者呢 双方增加一些安全措施 很可能会插枪走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个乱局的背后啊 其实也暗流涌动 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啊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地区事务的高级官员 这个助理国务卿康达 于白宫啊 国家安全委员会 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 被沙兰啊 访问了中国 在上个月呢 美国国家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叫威廉伯恩斯 称秘密访问北京 五月末啊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与商务代表戴琪 也在美国的会晤了 到访了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中美两国防长啊 虽然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呢 没有进行会晤 但是两人也握手 有一个简单的交流 但是呢 现在布林肯要出访 但是在周五 也就是昨天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会通过了一个法案 啊 剥夺中国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啊 表示 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容剥夺 美国说你这么有钱大傻臂 啊 这么一带一路 啊 跟美国争夺势力范围 那么干脆啊 那你肯定是发达国家了 那美国啊 中国就说那我们不是 我们一定要呆在发展中国家 所以这个也是也是个狗鞋啊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 啊 外交委员会呢 是没有任何差异的通过了这个法案 根据这个法案呢 美国国务卿将致力于改变中国 在国际组织内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啊 贴上发达国家的标签 这个标签为什么中国不要呢 因为发展中国家呀 它无论是在WTO还是在其他国际组织 它有一些实惠啊 比如说税收的减免啊 和一些问题啊 它当然就跟发达国家不一样 所以汪文斌就说呢 中国是世界功能的最大发展中国家 美国想送中国一顶发达国家的帽子 对不起 这个帽子中国戴不了 所以说你看布林肯出房 出房前 现在又闹了这么一出 所以这种中美关系啊 就有点胶着了啊 既有了风险 同时呢 也有沟通 所以这个目前来说 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种中美关系呢 加剪不淡你还乱呢 其实是一个外交思路的截然不同 白宫啊 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 在本周二六月六啊 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讨论中 他是这样说的 美国寻求与中国的沟通是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于冷战时期危机管控机制 他说呀 在冷战期间我们设法有效的创建一个机制 允许在意外冲突和紧张时刻进行危机沟通 我可以公平的说 我们还不能与中国做到这一点 因为中国一直不愿意接受和参入这样的机制 所以说中国啊 力量的增长 增加 中国的军队与美国军队插枪走火的几率会越来越高 误判疏是真实存在的 并且越来越多 所以说坎贝尔就说 美国是希望跟中国建立一种在类似于冷战时候的一种管控机制 而中国呢 不感兴趣 为什么中国会不感兴趣呢 这个有专家就开始分析 认为呢 美国试图是风格化管理 与中国呢 想做交易 这种思路啊 截然不同 什么叫风格化管理呢 也就是说呀 美国政府希望把它切割开来 该合作的合作 该竞争的竞争 该对抗的对抗 三者并行不备 而中国人的想法是 我们不要谈那么多 你也别天天跟我对话 既然我们坐在一起 那我们有一些事情就叫得掰扯掰扯 比如说关税的问题啊 比如说台海的问题啊 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啊 比如说你这个卡脖子中国的半导体和芯片的问题啊 你也能不能呢 抬一抬手啊 让我们呢 过去 我们呢 也跟你啊 增加一些其他方面的机会 所以中国的思维啊 它就是一种很现实的啊 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事情 它希望通过一次交往 一揽子解决一些问题 所以它是一种交易型跟风格化 它两者啊 是存在内在冲突的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呢 也表明了这个态度 他说呢 中国对与美国在打击毒品 预防大流行疾病和应对气候上 反核扩散的问题上没有真正的兴趣 他们更倾向于把合作当成一种杠杆 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问题的 核心利益问题上浪布 我觉得博明啊 看中国看得还是很清楚 其实这种交易型 我觉得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就从来没改变过 或者某种程度说 这本来就是中国人交往的一个思路 或者说就是一种传统的思维理念 那么反映在毛邓江湖这个时代也是这样 要毛泽东跟这个美国为什么跟尼克松 要建立关系呢 因为有苏联的威胁 啊 中国担心苏联对中国发起核战争 所以他需要一个靠山 这个时候他就投向了美国 而邓小平呢 他知道 对外开放欺引外资 只有打开美国这个大门 所以他就说了 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对美国开放 就是很务实的 不管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江泽民那更是滑头 是吧 本来在南海冲突 发生撞击事件 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当911事件发生后 他迅速的转向支持美国反恐 其实他内心呢 对反不反恐他没什么兴趣 他真正想想说的是 你美国跟人家去打算好 这样呢你就没有精力顾及我们中国的发展 我们可以赢得20年的发展机遇 我说这个20年的发展机遇不是随口说的 因为当时发生911事件以后 曾经中央是有文件的 为什么要跟美国建立这么一种关系 为什么要支持美国 他们认为美国跟发动伊拉克战争 对中国是一个利好 因为牵扯了美国的经济 经历 是这么一个事 那么到了胡锦涛时代 也是一样 2008年金融危机 中国拿出4万个亿 希望跟美国保持好的关系 目的是什么 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发展 到了习近平时代 大家说习近平这个人很强 好像是要强起来跟美国对抗 事实上 如果我们看到中美关系 我们还真不能这样说 因为习近平一直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 这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 他知道了中国还没有底气挑战美国 只是美国反应非常的迅速 十九大上看到了中国要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还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出台 美国很快就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 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对手 然后川普发动贸易战 拜登继承了川普的对华政策 并加上了更猛的一级要 那就是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 在拜登的政策下 中国那就惨了 是吧 现在日本韩国 对到中国都不客气了 这个武统台湾的梦是越来越遥远 所以说两个国家呀 他的思路 外交思路应该说截然不同 美国是风格化的管理 一十一二十二 叫清水点豆腐 一清二白 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中国希望跟你做交易 我们不要光谈 我们来点实惠的 这就是不同的外交思路 那么我们就谈第二点 在目前这种危机伺服的状态下 布林肯访问北京 是否会剑巴鲁张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呢 因为有先例啊 2021年3月18日 中美关系 需要好好谈谈 这样呢 杨洁篪王毅 到达了阿拉斯加 安克雷奇军事基地 好 大家坐地进行 两天三场会议 但是万万没料到的是 杨洁篪是突然发飙 说我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我以为你们会征收 基本的外交礼仪 现在我说一句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 说你们从实力出发 同中国说话 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 因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我们吃洋人的苦还少吗 被外国围堵的时间还短吗 只要中国制度对头 中国人是聪明的 我们是恰不住的 所以这一番话 其实对中美关系的走向 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 中国这种咄咄逼人的 战狼外交 让美国人很反感 更加快了 围堵中国的速度 这些话呀 其实就是习近平 要杨洁石说的 因为杨洁石啊 他还是一个彬彬有礼的 这个外交官 是一个职业外交官 他是会说比较得体的话 为什么现在突然不顾 自己的风度呢 因为习近平就跟他说了嘛 这个事啊 你不办也得办 办不好 提头来见 就这样把我的原话 告诉布林肯 所以就上演了 这么一出 在2021年7月的时候 就是拜登总统提出了 合作竞争和对抗 三分法以后呢 这个美国啊 这个副常 副国务卿 叫温迪谢尔巴 在天津 会晤了中国 副国外交部副部长 谢峰 谢峰现在是 中国驻美大使 谢峰呢 延续了 杨洁石的 这种战狼外交 就说了 什么竞争 合作对抗 三分法 就是障眼法 对抗是 俄治 是本质 合作是权益之计 竞争是话与陷阱 有求与中国就合作 在有优势的领域 就脱钩 断供 封锁 制裁 这也是习近平的话 就说你莫代化 这个 这个 谢尔曼 当然谢尔曼 现在已经退休了 就这么说 体现了 习近平的一种 盲横 一种 霸气 霸道 所以 这就是 那么这一次 布林肯在这种 风气浪高的时候 来到美国 来到中国 是否会重演 这么一场 激烈的 战斗呢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啊 应该说了 肯定有交锋 所以这一次 叫外交之旅 或者说叫破冰之旅 还是充满风险的 因为 无论如何 肯定要涉及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俄国战争问题 和 技术 围堵问题 这都是 习近平视之为 核心利益的问题 中美啊 会再次 交锋 上演一场 激情戏 啊 布林肯也不能退浪啊 这些问题 中国不提出来 他也要提出来 因为美国的民众 美国的选民 盯着这个事 所以说啊 这场交锋 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呢 火力 没有 我之前说的 这两场 2001的 这两场戏 激烈 原因是什么 因为习近平啊 有压力 他急于要缓解 中美关系 要为中国国内的 啊 这种危机啊 释放 释放一些压力 大家知道啊 这个 上演 激情戏 强硬 对抗美国 这是演给中国人 看的 你看看 我们没有退浪 我们非常的强硬 布林肯定来了 啊 我们欢迎 但是 有些顶线 有红线 你不可触碰 啊 很强硬 但是呢 时下要干 开完那个 对新闻联播 啊 这种 话以后 双方还是要做到一起谈 那么中国更希望 跟美国做交易 啊 哥们 我们这个话都说完了啊 记者都出去了 我们现在一些问题 心里很关心 能否呢 那我们也放一把啊 我们双方呢 协商一下啊 布林肯呢 也需要建立安全护栏 就说了 有些事啊 我们能够做到的 我们也可以去做啊 所以双方呢 也会有一个默契 和一个沟通 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 的确太危机了 一个经济增长乏力 按理说 三年疫情封控 解封了中国经济 迅速的 有个快速的反弹 但情况不是这样 原因是什么 一个是 三年的疫情啊 窒息了经济的发展 三年的疫情 也让中国人看明白了 让企业家看明白了 啊 现在还不跑 还等死呀 啊 文革 不管是2.0 3.0 政治倒退 是无可避免的 地方债务 居高不下 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 中国说有35万亿 世界银行说有66万亿 我说100万亿 相当于中国一年的GDP 在其次房地产炮破 不是破不破 是什么时间破 七年的巨高 失业率 五个青年 有一个失业 这在世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预示着中国啊 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政治倒退 引发民众的抗争 而叫此起彼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也不会像阿拉斯加 也不会像天津一样 啊 在对抗的过程之中 也会释放出一些和善的信息 希望了中美关系能够稳定 能够趋向缓和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布林肯这一次中国之息 也会收到相应的一些成误 即将进行开放 务实富有成效 会成为他这一次出访的底色 但是我要说 由于深层次问题无法解决 那就预示着 中美关系啊 还会在波浪中行进 也可能有一天 就会亮成擦枪走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